最近情况最差的球队当属凯尔特人,新赛季他们拥有五巨头的豪华阵容,然而目前球队三连百,只能排在东部第八,而且绿军老大欧文,在昨天赛后的表态,更是引起的巨大争议。 当时面对全美最重视的节日之一感恩节,欧文甩出了一句话,去PB感恩节吧,FK Thanksgiving。 他的话顿时引爆了全美了,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,他却甩出这样一句话,只能说他这是心太疯了。 凯尔特人的豪占书成这样,作为老大的他可能也是完全想不到的。 结果今天,欧文赶紧站出来,对于他的不恰当言论进行了道歉。 欧文更新推特表示,在输球后,我用沮丧的口吻,说了某些话,这不是一个职业球员该做的。 我为此表达歉意,我们又不尊敬我们的节日,我们一直一起过这个节。 现在,输球输到心态崩溃都完,说话的情商也出现了问题,对于现在的凯尔特人来说很不应该。 毕竟,无论如何,绿军还需要他站出来,带领所有人前进。